不赞同郭碧婷婚后继续工作 不能接受家里有很多宠物 其实早在向左与郭碧婷结婚前 两人并已经初见分歧 两人曾在节目中写过一个婚前公约 向左表示自己会承担起养家的责任 不希望郭碧婷婷后继续工作 我这个方面比较传统 我不希望我的老婆 我的家庭 让他们自己去幸福挖钱 都是男人要做的事情 但郭碧婷却在节目中 不止一次地表达了 自己想要独立的态度 他认为善养父母是他自己的事 不应该依靠男生 不管我今天当一辈子的老姑女 还是结了婚 我觉得我都应该要努力赚钱 而向左却认为 这是因为对方家里没有生个男生 所以郭碧婷的想法很像长子 你想法都很像个男生 很像个长子一样 从这点就可以看出 两人在三观上有很大的差别 向左比较传统 但郭碧婷更想做新时代独立女性 除此之外 向左还在公约中提出 家里的动物不能超过四只 要知道郭碧婷是出了名的喜欢小动物 家里有四十多只鸟 二十条狗和十只猫 一共七十几只宠物 而且均是受伤或流浪后被他救助的 对此向左的态度却是 两人在处理问题时 也有着巨大的差异 在旅行中 两人曾因为开错路而不愉快 向左采取的是冷处理 生气的开快车 就连吓哭女友也没有丝毫歉意 而郭碧婷则积极沟通寻找解决方法 可见两人无论是在三观生活习惯 还是处理问题的方式上 都有着巨大的差异 你怎么看待两人的婚姻 欢迎留言讨论 关注TVB的暗关 馆长带你了解更多TVB幕后的故事